但是他却是 开语中经常可看到 因为他太廉价 太容易随便什么书都看得到 所以讲说 其实很多的建筑师 他们玩的那一套风水 全是八宅的民进 在唐代的时候 就在唐书 新旧唐书里面 大概就 旅财状里面就有 有这么一个记录 说明了他是旅财所假造 根本不是什么古代的真学 那除了这个八宅民进 就是八宅的说法不足论之外 其实日本也是讲这套八宅的 这套不足论之外 那那个剩下的三元 其实还是有一大半是错误的 那我举一个最简单的 什么叫三元 那我们所采用的三元 是天地人三元龙 是讲地脉的 是跟挂窑有配合的 那坊间跟我们讲的三元是讲 因为中国人讲元韵有九韵 所以就有一二三为上元韵 四五六为中元韵 七八九为下元韵 然后三元韵有不同的看法 那他们讲的元韵是 三元是指十韵三元 而我们讲的三元是地脉三元 所以大大的不同 那其实地脉三元这东西 你在坊间书是比较难看到 几乎都是口传新售的 所以你会看到的比较多的 会强调的是 十韵三元 那十韵三元这个部分是错的 那这个大家要知道 那假设没有特别强调十韵三元 而一直在讲那些 看你的理论的话 也许他错误率不会提 不是那么明显 那除了这样子之外 我们讲天地人三元龙的 这个地脉三元的人 我们在谈到秘诀的时候 一定讲的是元空大卦 那我们上次到这边 那如果是讲上中下三元十韵的人 他们会告诉你是玄空诀